猫子们 你们知道如何找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吗 我来告诉你 正确的案是找到他的坟墓 但如果坟墓里是空的呢 别着急 接着看 没错 这次机器吐出来的号码不同寻常 这是一个被推定为死亡的15岁少女 芬琪认为 既然机器会吐出她的射火号码 那就表明她就一定还在世上 这是一场提前预知的罪案 相关人却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少女 丽丝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位神秘少女 阻止一起阴谋犯罪 特雷莎15岁少女性格有情顽劣 两年前全家都被杀害了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杀死她全家的竟是她的亲生父亲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纠葛呢 收集信息档案这种事 当然是手眼通天的芬琪负责的 她很快就拿到了警方的档案 原来特雷莎的父亲杜兰特是一位地产商 因为投资失败破产 在一次乘船出行中杀死全家后 自杀身亡 这样看来是一场家庭悲剧 但问题出现在了特雷莎身上 因为警察根本没有找到她的尸体 只是推定她的尸体被海水冲走了 那么这个女孩现在在哪里呢 老连的李斯凭借丰富的杀手经验 很快就从档案中发现了问题 枪口印痕是伪造的 这是一场专业的谋杀 可为何杀手会单独放过女孩呢 宝子们如何查清这一点呢 没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问杀手本人 李斯在一群潜客那里得到了杀手的信息 这个杀手现在正因为另外一件案子 被关进局子里 这一下事情就好办了 李斯直接找人安排了一次探访和杀手 面对面对谈 没错 李斯的万事风格就是如此干脆利落 经过一番友好的交流 李斯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正所谓道义有道 这位杀手虽然心狠手辣 但是却不会杀害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因为这种行径在监狱里也会被歧视 不过这位杀手的嘴不太严 这件事情被泄露了出去 看来是买主得知了女孩没死 所以这次是要斩草除根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愁什么愿呢 非要将一家人赶尽杀绝呢 供用杀人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很遗憾 买家十分神秘 就连杀手也不知道他们的信息 不过一点点困难 怎么可能难倒李斯呢 她在档案中发现新的突破点 那就是女孩特雷莎的好友佩奇 他们曾经一起做过坏事 还被警察抓到过 李斯怀疑特雷莎应该回到朋友的身边 毕竟一个无家可归的少女 能去哪里呢 现在必须抓紧时间了 因为另一波杀手不知什么时候会出现 必须在那之前找到特雷莎 得知佩奇喜欢玩卵华 李斯立刻找遍了所有的轮化广场 终于找到了佩奇 时间紧迫 李斯可没有时间和佩奇好好交流 她直接上前碰掉佩奇的手机 假装警察询问她 趁着检手期的功夫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黑进佩奇的手机 单纯的男孩佩奇 自然是不知道李斯的老模胜算 很快就上了购 李斯通过他们的手机信息 发现特雷莎就在附近 她立马追了上去 但特雷莎根本不信任她 趁李斯不注意 用刀子隔上她逃走了 杜兰特所有的投资都是独立进行的 唯有一处地皮 是和开发商卡霍尔合作的 李斯的直觉告诉她 这个卡霍尔可不简单 因为她的保镖太多了 一个正常的商人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保镖呢 这说明她一定有鬼 在李斯有意的监视下 终于发现了卡霍尔的问题 她竟然和杜兰特的弟弟 德雷克有交集 秘密交易 难不成是德雷克杀死了哥哥全家 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不过现在李斯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拯救少女特雷莎 因为杀手很有可能也在找她 受到芬奇发来的定位 李斯再次找到了少女 就在她打算好好解释一番时 杀手已经来到她的身后了 毫无准备的李斯 不仅被杀手一顿暴打 还被扔出了门外 就在杀手要解决特雷莎时 李斯再次出现 两枪直接放到了杀手 虽然李斯不喜欢杀人 但她很擅长杀人 经过这样一番波折 少女特雷莎也只能信任李斯了 为了安全起见 李斯将特雷莎安排在酒店中 并让芬奇来照顾她 而她自己则要去处理完这件案子 首先就是德雷克 李斯干脆直接找到了她 在李斯的避问下 她说出了真相 原来当年德雷克的哥哥 想要投资一块地 但是他的资金不够 弟弟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卡霍尔 从他那里拿了钱 投资这块地皮 问题是 这块地皮被原油污染了 只有等政府清理后才能使用 然而政府办事效率太低 开发商卡霍尔 只是想通过这笔生意来洗钱 于是他们便设计杀害了多兰特一家 这样突堤的继承权 就落到了德雷克身上 现在这块地皮的价值 已经是翻了几十倍了 所以得知特雷莎没有死之后 他们就派出了杀手 因为真状的集成人是特雷莎 弄尽了事情的原委 德雷克无比悔恨 他本意是想帮助哥哥 最后却害了他们一家 最终也害了自己 知道所有真相的李斯 自然要成恶扬杀了 他暗中监视起了卡霍尔 当卡霍尔自以为成功扭转乾坤 拿下那块地皮时 一辆急行的大货车 直接撞发了他的小汽车 随后他将女孩特雷莎 交给警察安置 自己则再次深藏于人海之中